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晚安 你看到香港的时间晚上12点左右 我想很多人 暗牌都看了一个消息 有传习近平在竹北大河会议 斗争失败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由政协主席汪洋 作为习近平的继承人 看过这件事就好像好些 会缓和局势 但其实我不是这样看 我想习近平是一个这么接近毛泽东思想的人 除非有人彻底斗夸习近平 否则结果自己是一样的 就是习近平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 记住这个词 然后 退居二线 积聚实力 积聚民望 然后 发动文革斗垮 甚至现在已经可以 发动文革斗垮 有外国威胁 就是说这些人是反党 反民族 反国家分子 然后就 对了文革 就是中共的斗争 你原来说 除非你能够百分百 利用军队 将你的对手 裹来 否则是没得谈的 你将他身边的人 弃敢以足 没用 这就是中共的斗争残酷 这件事 真的要看回中国史 为什么当初汪东兴 邓小平 业劍英 是发动军事政变 对付四人帮 为什么那场是军事政变 其实那时候 双方都准备打外战 只不过就是邓小平和叶建英 先发制人 而且我所需要的军事支持 而当时 四人帮的军事支持 主要在上海地区 所以 没得说 哪个我都不经 哪个是和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邓小平 是支持 所谓推倒四人帮 是用一场军事政变 做开局 因为邓小平吃过虚 他吃过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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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大家记得 大约晋 饿死这么多人之后 搞了日和谱 三面红旗 大约晋 人民公社 吃完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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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要承担责任 毛泽东承担责任的时候 就退居二线 退居二线 就是 党仍然由他控制 军队仍然听他的 问题就是在行政权上的退役 行政的东西 我交给刘小琦 邓小平 他们负责 知道吗 这个就是 那个玩法 当时 其实那时候 毛泽东是至外退却 因为你饿死这么多人 你始终 这是一个盲动的左傾错误 要有人负责 要有人负责 你的问题就是 毛泽东也不能放弃 所以毛泽东 反而用一个至外的方式 他说 这些事情我不做了 交给他们 我只是做一些 党内冒虚的事情 但大家都知道 冒虚才是最活命的 当时 邓小平也好 尤少奇也好 也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中共是两个干子 一个是枪干子 一个是不干子 当时 邓小平和刘少奇 就是 既没有拿到枪干子 也没有拿到不干子 不干子和枪干子 都在毛泽东身上 所以你拿到行政机关 就算你是国家主席 你高过周英偉 这是意义的 刘少奇是国家元首 结果就是一个文革 他那时毛泽东 用他的文望 再走于回路线 他又怎样 应该很懂得退却 毛泽东也是be water专家 江西打祸了 一路着草 一路着草 一路去到陝西沿 接着 急进的大跃进 和了 那他就没有去搞文艺工作 那其实就是思想工作 那他就用思想工作 他积聚文望 那又怎样 倒过来 反手 利用这个所谓 批判文艺作品为名 由那里开始展开工作 有什么造反派支持造反 用这个毛泽东党会名义 你怎么会这么荒谬 你怎么会一个党会支持造反 自己的执政机器 不会的 但是毛泽东就是做出这种事 结果就是用这个方法 再用四人帮 奪权成功 然后将整个牛肖旗 为首的行政机关 和官僚一滔滔去掌握 那些人都被奪权了 这个就是毛泽东式的奪权手段 以退为进 迂回发展 再反章一口 这个就是毛泽东 所以 为什么那时 去到毛泽东一死 四人帮要解决那时 毛泽东 邓小平就学生了 如果是这样 就一定要拿到枪杆子 枪杆子拿到手 利用枪杆子再降掉笔杆子 是这样的 即是你将 你拿到军权 拿到军权之后 再将那些文艺那些权 拿走 是这样来的 即是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那你猜到之后有什么事 我相信就是汪洋可能升到国家主席 就是党总书记 都可能给汪洋 但是军委主席不给 所以 接着习近平就说我无虚 接着不断可能 甚至说我要做考察条言 在这个基层 其实就不断在那些煽动小粉红 甚至更快的方法是什么 北戴河会议有结论一回事 但是他不服气北戴河会议的结论 他又怎么样 就是不断在那些煽动小粉红 接着就在对外引战 接着说因为 对外战争要进行 要对人对外的斗争 鎖过文革 批斗汪洋人 批斗 任何反对他的人 然后他就独眼大权 他指定继承人 北戴河会议那些关于他人事 不管 推倒重来 这个香港人才害怕 香港人真的要小心 你看到他用国安为名 搞电影检查 我第一件事想到 你是不是习近平真的想搞文革 如果你真的想搞文革 你真的想搞文革 你真的想搞文革 没什么 你先用特利班 你说文革的本质是什么 红卫兵本质是什么 特利班 一帮盲动的年轻人 血气方刚 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些成长的腐败 就是圣下光年的歌词 圣下光年的歌词不是讲政治 但我可以配合文革的构 是完美的 我年轻人为什么要忍受这种腐败 这种培难 长大是不是人心必经的培难 这种事情 我参与斗跨斗臭 小粉红也是这样 小粉红也是那种心态 所以你说 但习近平会不会挑到文革 习近平也是会挑到文革 习近平怎么会不挑到文革 差点怎么挑 香港没什么 他以国家安全为名 他已经阻碍电影工业 下一个阻碍 习籍、歌手 你想一想 他为什么要搞黄耀明 为什么要搞何韵詩 为什么要点名何韵詩 何韵詩在中国有一定的影响力 叫做力 黄耀明也是 他不单只着眼于香港 他还着眼于中国 他要斗跨斗臭 接着就来一个大反手 所以随时就是习近平 北戴河会议失败之后 他就想办法反及 理什么 共不共识初遇 所以北戴河会议的结论 对习近平如此不利 反而是加剧整个 所谓的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只会更恐怖 只会更多责手段 因为他要紧 骗权力 他要确保他会领续执政 甚至继承人问题 不会像现在这样 是决定给汪洋 给哪个想要的人 一定是习近平自己的人 这个才是最关键 当然你不要寄望中国政治 有什么 有一个新人上台 就可以好些 我也说过很多次 中国的政治 基本上是 你只要中国人不反省自己文革的错误 大家只会坚持文革的文水旗 然后就争拳着他 就是大家斗文水的 你好像习近平和 薄希尔之争 两个都不是好人来的二兽战 二刑对 你知道二兽战是什么电影 两个都不是好人来的 好了 你斗垮了薄希尔 一些人觉得习近平温和一点 表面上 谁知道习近平更疯 更疯了 更疯了 更虚伪过 接下来 现在就是新一人的 斗花斗臭 是这样 所以你说 这个局面 香港哪里都会好 香港不会好 中国也不会好 所以中国 就算现在好像摆下来 要可爱中国 不要战昂 不好意思 没有用 没有人听话 一定没有人听话 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政治资源 就是一帮盲动的刁民 就是大家俗称的小粉红 如果中国最大的资源 就是一帮盲动的刁民 你没什么说 所以你说什么平均财富 共同富裕 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有人说 这些共同富裕 这些鬼论 有市场 你共同富裕 第一中国真的没有钱 第二就是 我割你帮有钱的韭菜的话 我割你帮有钱的韭菜 我把钱我派出去 放在穷洋的话 我派给穷洋 我又 研究收纳一堆人 帮我斗争 我斗夸斗我的对手 立兵马 不要 任何搞毛泽通 那套政治的人 都会这样做 任何 一定会这样做 肯定 所以你说香港 你怎样叫香港人 要走资 你不走资 你帮钱 便会被共同富裕 成为共同富裕的武器 然后你共同富裕的武器 之后 我可以帮钱来派通街 搞马克思无产主义专政 一定是这样 马克思无产主义专政 就是这些 所以你怎样会不怕 你说到什么共同富裕 我都顺便说共同富裕 这件事 共同富裕这件事 为什么有这个口号 很简单 我 习近平 我要继续立民望 去令到 你这些帮忙 斗夸斗臭 汪洋这些人 有什么方法 钱 我斗夸有钱 我将这些钱抢 然后给他们 抢田地 分财产 这个从来都是中国 不自古以来 最有效的民粹主义手段 因为中国的有钱人 积聚财富的过程 因为没有基督教 宗教信仰和传统的影响 中国人 这个积聚财富 是很没人知道的 你积聚财富之后 不停压下方的人 一元都不会分给下方的人 那些情况之下 那些人就斗过 尤其是你看看马云 你看看 马法腾 现在马云 马法腾才说 捐持钱捐款太迟 那些保护费 那些 不是真存钱捐款 所以你问 为什么不买中概股 你明知道 习近平 毛泽东是第二个 为什么要买中概股 你发疯了 你傻了 你当然不要这么玩 你习近平 你会挑起文革 是肯定的 差了什么时候 所以我常常叫大家走 有些人说 香港怎么会变习布尼 香港怎么会变得塔利班 塔利班和雄伟兵 是同一样东西来的 信的宗教不同 但是都是一群 年轻的 盲动的盲目 他们血气方向 但是他们不相信文明 的一群人 这些是后国家 尤其是那些 文化的财富分配的文明 那方面 不清不楚 也没有一个财富再分配 机制的国家 尤其是明显的 就是有时 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 愿意交重税 重税的原因是 因为重税 你的财富再分配过程里面 你那些人 我给了钱 你开安安安分分 不理政治 我继续搞我精英政治 是这样的 就是有些人 我给了福利 他可以问 我讨厌政治 我讨厌政治 那我讨厌政治 那又怎样呢 如果我讨厌政治 那些人收福利 我讨厌政治 那就是不理 你总之你政客 你定期派给我就行 那我作为精英来说 我就好做事 亦都避免一些 血气方刚那些革命的问题 为什么你法国会大革命呢 法国就是当时的亿十六 不肯 完全对下面那些一元 都不分出来 大哥 但是问题是怎么分呢 西方国家是透过民主 民选的机制 透过福利制度 去将财富再分配 达至所谓均负的目标 而且达至均负的目标 是因为是用税务去评估 这样就变成了整件事 理解是很正确的 是很 至少是根据法律的 批评的 问题就是 如果现在习近平那种财富再分配 是靠抢弱 靠强制来抢弱的 一美靠抢弱 一美靠抢弱 你不害怕 香港人没有准备这件事 没有心理准备 从来都没有 所以你说 习近平不会挑逗文革 当然 挑逗文革之外 他要我分的话 就对付那些有钱 那些国家有钱 那些狗才 国家外资狗才 民族资本 民族资本这个说法 在华人社会 买国货 其实黄色经济圈 那样东西 本来就是民族资本的说法 如果在一个被侵略的前途后 民族资本这个论是对的 黄色经济圈其实就是民族资本 以前 买国货 买买入货 那些东西 为什么中国这么怕黄色经济圈 不断叫混水 刘正那些人在搞黄色经济圈的原因 黄色经济圈后面就是民族工业 民族产业 香港民族产业 你要知道什么很简单 香港民族产业 这个本质就是这么简单 跟以前买买入货的那些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中共用得我们不用得 我们经常说毛泽东一句话 我们战略上藐视迫敌人 但是我们在战术上是重视敌人 什么叫战术上重视敌人 就是敌人所用的所有招数 好就归我们用 不好的我们也不会学习 就这么简单 比如说黄色经济圈 这些民族资本的东西 他一直都有市场在中国地区 在抢外资 我们也是觉得抢外资是傻的 在中国已经死了 你问题就是这些 中国的盲目来说 抢外资 傻了 我 没什么的 他就有些钱在他的袋里 睡完之后没有价值 不知道的 那间工厂做不做的 不知道的 这就是中国的 所以你问我 为什么我说会害怕 或者为什么我常常劝这些人走 习近平发动文革是肯定的 差到什么时候 甚至习近平为了发动文革 挑动一场战争 也得足为奇 挑动台海战争 也可以 挑向南海 也可以 挑动什么都可以 他总之以一场战争 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甚至用一场战争 才可以做成军管 然后他将他的敌人 全部一个个清理 成战争来清理敌人 是很普通的 很俄国式的做法 毛泽东也做得出 甚至以前中共也做得出 以前中共怎么会做不出 中共经常做这件事 打革命战争的时候 乘机清理这些人 所以我想我对大部分的人 我的中国也很简单 不要投资中国开股 就是海外的投资 一元也不要投资 我从来不投资中开股 我没有中开股 你真的没有必要去 去赌博到这个地步 不要投资中国公司 不要买中国公司 不要买中国公司的产品 还有避免做成在中国 虽然很难 100%做成在中国 很难 但问题是现阶段 19% 95% 不是做成在中国是可以的 你跟着我劝香港人 就是如果可以走 开始走之就走之 要走就离开 要离开就离开 因为习近平真的会挑逗文革 就是这么简单 你明知他会瘋 你为什么要 君子立即逆秦之下 做人不要这么狠狠 不要这么天真 我觉得 习近平既然会挑逗文革 我觉得 对大家 你说 走 其实香港可能比 哈布尔的人好一点 始终中共到现在都未敢 全面发跌到塔尼班这个地步 我摆明不让人离开 那问题就是 塔尼班那个会不会变成 我不知道中共有没有实质帮塔尼班 但你只怕中共会在塔尼班那里 我都参数 然后为什么 为香港未来封关做演习 你不知道 解放军的演习都是封锁机场 最近香港 你觉得会没有事发生 我觉得不是 要早趁早 不要弄得像塔布尔 习近平真是瘋的 真心瘋的 权斗他也会瘋的 他瘋的也不止是因为 纯粹他有个白卡路 他是因为 他要保住自己的权力 他一定要不择手段 如果他要维保权力的不择手段 你什么东西都做得出 你想象不到的东西他都会做 你无谓自己卷入文革的痛苦里面 特别有小孩的那些更加 有小孩的那些早点离开是好的 你要小心 以往我们说的 好像不会发生的事情 之后你都可能会发生的 因为文革讹识 是这样的 为了保住权力 什么都可以 今晚第二节 第三节就是香港时间 大概凌晨2点到3点左右 最后一节就是香港时间早上 第四节 因为我也是就着 武废报告的时间 调整外用的